开了眼界吗 云征不知道 吴道是真的开了眼界 还是一由所指 感觉像是在说反话 但他又没有阴阳怪气的 这就让云征有些搞不懂了 吴老该不会是在讽刺我吧 云征微笑询问 王爷这话从何说起 吴道摇头一笑 老朽真没有讽刺王爷的意思 老朽是真的开了眼界 说着 吴道又跟云征 说起自己的心理话来 刚被打的那两天 他确实是气不过 他觉得朔北这些百姓太野蛮了 完全不讲道理 后来知道了 这乐安镇是怎么来的以后 他逐渐就释然了 云征能这么受这些百姓的爱戴 本身就印证了云征的人意 云征有开疆拓土之功 又对百姓施以人道 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施政者如何如何 当由天下百姓来评判 而不是由他来评判 听完吴道的一席话 云征不由得暗暗惊讶 这老头倒是有些胸襟啊 而且 也不算是俯儒 至少三观挺正 还知道自我反省 这么一比较 高世珍真是傻也不是 吴老这么一说 倒是搞得本王有些不好意思了 云征打个哈哈 王爷不怪罪老小就好 吴道呵呵一笑 对了王爷 老小前两天听说 王爷 好像要对离朝用兵 以期从离朝那边进攻与国 为我豫州百姓报仇 云征哑然失笑 这事儿都传到朔北了吗 他娘的 传得这么快的吗 也不知道 这事儿会不会传到离朝去 不过 想来应该是不会的 离朝离他们这么远 中间还隔着蒙古 真合两步 离朝应该不会关注大前这边吧 这几天 好多从关内来的客商 都在传这个事 兰华接过话查 我也是听客商说了这事儿 才告诉舅父的 倒确实有这事儿 云征微笑 不过 本王未必会跟离朝打 只要离朝让我们在其境内驻军 方便我们缩短 进攻与国的距离即可 这事儿 也没什么好瞒的 就算他不说 老三肯定也会派人肆意宣扬 毕竟嘛 对老三来说 打离朝的钱粮都是他出的 他好歹 也要用这事 为他自己赚点名声 同时 也用大意来压他 王爷高业 吴道拱拱手 又一份填膺地说 与国贼寇 在我大前行禽兽之举 老朽年迈 虽不能上阵杀敌 但也愿捐出所有家财资君 以为王爷的复仇大计 略尽绵薄之力 云征哑然 这老头 颇有几分愤青之风啊 难怪这老头年轻时 还习武呢 吴老的好意 本王心领了 云征微笑 本王目前的君子 准备得很充裕 就不用吴老散尽家财了 如果吴老愿意的话 倒是可以给本王 推荐几个治理一方的贤才 这 说起这个是 吴道顿时面露犹豫之色 他倒是可以给云征 推举一些贤才 不过 一旦他这么做了 就代表他开始战队了 虽说吴青阳在云征手下做事 但他自己此前 是并没有战队的打算的 当然 他也知道 他的儿子在云征手下做事 对有些人来说 他已经是战队云征了 但他自己此前 确实是没这个想法的 如果吴老不方便就算了 云征看出了吴道的犹豫 也不勉强他 他手上的贤才 其实也不守 只不过是本着 多多益善的原则而已 吴道沉思片刻 正则道 老朽能问 王爷几个问题吗 吴老请问 云征微笑 看样子 这老头是要考笑 或者测试自己啊 吴道微笑 王爷以为 君与明 孰重孰轻 云征哑然失笑 稍稍思索 回道 按理说 本王应该说明为贵 射计次之 君为轻 不过 本王说出来 多少都有自欺欺人的感觉 哦 吴道心智勃勃地问 看样子 王爷另有高见啊 没什么高见不高见的 云征摇头一笑 本王只是觉得 道理谁都懂 但不是谁都能做到 本王亦是如此 本王倒是更赞同 水能在舟 亦能覆舟 是老朽着香了 吴道哈哈一笑 又问 那王爷以为 为君之道又是什么 云征微笑回答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以人为人 以国为国 以天下为天下 听着云征的话 吴道不禁汗首微笑 他正欲开口询问下一个问题 云征却又补充 在本王这里 再额外加上一条 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别被人踹了窝子 随着云征的话音落下 屋里几人不由的面色诡异 云征前一句话 倒是说得阵龙发聩的 可这后一句话 听起来怎么就跟闹着玩似的 这是实话 云征笑笑 本王就是个怕死又贪图享乐的人 所以本王绝不能让人 踹了本王的窝子 王爷倒是坦诚 吴道艰难地缓过境来 微笑道 可据老朽所知 王爷可不是贪生怕死 贪图享乐的人啊 若王爷是这样的人 朔北岂有今日之局面 这两者并不矛盾 云征轻轻摇头 这天下太平了 本王才能更好地享乐 不是吗 谁来这人世间走一趟 也不是专门为了来受罪的 啊 这 吴道哑然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别说 云征这话 他还真是挑不出毛病来 王爷这观点 倒是新奇 但确实有道理 吴道物字一笑 又问 那王爷以为 为君者 当以和治国 本王最希望的是 无为而至 说着 云征又自嘲一笑 不过呀 这终究是理想 为君治国 能施以仁政服以法治 使百姓安居乐业 使善恶皆有报 就已经算是极其难得了 他是真不愿意谈这些东西 漂亮话嘛 谁都会说 就孔孟那些治国之道 他虽然背不全 但也能背上一些 但他说得到 却未必能做得到 而且 是有很大概率做不到的 多谢王爷 回答老朽的问题 吴道收敛笑容 郑色道 老朽虽不完全认同王爷所言 但老朽相信 王爷定是一位 将百姓放在心中的民主 看得出来 云征不是一个 墨守纯规的人 而且 也不算是虚伪 他相信 以云征的才学 应该是能说出 更多让自己信服 并认同的话的 不过 云征却并没有说那些话 那吴老可愿为本王 推举贤财 云征微笑询问 老朽可以试试 但老朽不敢保证 那些人 愿意到朔北 替王爷笑领 吴道微笑 另外 老朽也不瞒王爷 老朽还想到朔北的 其他地方看看 再决定是否 要给那些人写信 没问题 云征爽快答应 别说吴老想去朔北的 其他地方看看 只要吴老不怕路途遥远 你想去西北都护府看看 都可以 他还真不怕吴道去看 他肯定也有 施政不好的地方 但他至少是拿 百姓当人看的 要是吴道能指出 他施政不好的地方 并且有道理 他也乐意整改 好 吴道也爽快地点头 对了 吴老都病了这么长时间了 通知你表哥了吗 这时候 云征又向一旁的兰华询问 没有 兰华回道 我们本来是打算通知表哥的 但舅父说他 这不是什么大毛病 没必要为了这点事 耽误表哥的证实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毛病 吴道魂不在意地笑笑 吴道中气十足 气色也不错 看起来 确实不像是 有大问题 妙音微笑 我也懂些医术 要不 我替吴老瞧瞧 不敢劳烦夫人 吴道连连摇头 老朽这并真没什么 还是瞧瞧吧 妙音自信道 我的医术 虽未必赶得上太医 但应该比大多数医师的医术 要好上一些 对 云征点头道 妙音跟随本王四处征战 军中的很多将士 都受过他的救治 他的医术绝对不弱于太医 在云征和妙音的劝说下 吴道犹豫片刻 终于还是答应 很快 妙音便开始替吴道诊断起来 吴老这身体 确实没有大碍 妙音很快就诊断出结果 吴老也不用服汤药了 我以银针将吴老体内的寒气逼出来 今晚好好睡一觉 应该就没多大问题了 那就有劳妇人了 吴道惊喜 不满两位 虽说良药苦口 但这汤药确实有些难以下咽 他是真不想每天喝汤药了 成天这么喝汤药 这么没病都怕喝出病来 说动就动 妙音迅速掏出身上的银针 又以火焰消毒之后 便开始替吴道针灸起来 差不多两克钟 妙音便失真完毕 吴道的额头上也冒出了虚寒 夫人这衣术果真精妙 吴道稍稍活动身子骨 惊叹道 老朽身上已经不怎么酸软了 多谢夫人 说着 吴道便要起身行礼 但却被妙音按住 妙音收起银针 我耳道 举手之劳而已 吴老不必客气 吴道感激地看妙音一眼 夫人不但相貌出众 还有如此精妙的衣术 王爷真是有福之人 这倒是 云针哈哈一笑 自己可不就是有福之人吗 要是没福气 身边哪能有这么多阴阴艳艳呢 跟吴道他们聊了一阵后 云针和妙音便起身告辞 吴道叫住两人 王爷和夫人若不嫌弃 不如吃顿便饭再走 今天算了吧 等吴老到了朔方 本王定登门拜访 云针微笑道 我们都来乐安了 肯定还是得去鼠牙那边看看 跟乐安这边的官员了解一下 乐安现在的情况 吴道恍然大悟 既然如此 那老朽就不留王爷了 老朽送送王爷和夫人 说着 吴道便要起身 妙音见状 赶紧阻拦 吴老刚针酒丸 不宜场风 吴道无奈 便让吴夫人和兰华 帮他送送云针和妙音 送走了云针和妙音后 他们才重新往客栈里面走去 你这不是见着王爷了吗 怎么还有点不高兴 吴夫人敏锐地察觉到 兰华的心绪有些不对劲 哪有 兰华脸上泛红 没有才怪 吴夫人笑看兰华一眼 舅母还不了解你啊 你这丫头该不会是吃起飞醋来了吧 啊 兰华愣了一下 脸上更红 舅母 你说什么呢 我跟王爷非亲非故的 我凭什么吃飞醋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自己连话都没跟云针说过多少 还去吃醋 那你这是怎么了 吴夫人好奇 别跟舅母说你没心事 舅母也是过来人 小翠也跟着点头 她也看出来了 小姐的心绪不高 兰华现在跟刚看到 那位王爷的时候 完全是两个样子 迎着吴夫人的目光 兰华知道瞒不下去了 只能羞红着脸回答 我就是觉得 跟王爷这位侧妃比起来了 我好没用 吴夫人哑然 旋即扑斥一笑 我当是什么呢 就这啊 你也不想想 这位王爷身边那么多阴阴厌厌 这位妙音夫人 却能一直跟在她身边 除了相貌身段之外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这丫头也真是的 这有什么好比的 医术高明 固然有用 但不会医术 也不能说没用吧 唉 这丫头啊 真是着了魔了 我没想跟她比 蓝花脸红 悠悠道 我就是有点自残行贿 唉 你呀 吴夫人无奈地叹息一声 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 好好一个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 突然就自残行贿了 说她没爱上这位王爷 蓝花心绪有些低落 静止带着小翠回了自己的房间 吴夫人回到房间 便跟吴道说起蓝花的情况来 我说 你不会是想让我撮合她跟王爷吧 吴道听出了吴夫人的言外之意 不然呢 吴夫人无奈道 你看这丫头 这心思全都在王爷身上了 看她这样 你这个当旧父 就不心疼啊 这心疼归心疼 撮合归撮合 吴道哭笑不得地问 你觉得我一个糟老头子 凭什么去撮合他们 难不成我还能跑去皇城 请圣上下旨赐婚 你不是抬杠吗 吴夫人不满 让你撮合 你扯什么赐婚 你就不能多给花儿和王爷 制造些见面的机会啊 吴道 要不 我厚着脸皮求王爷 让我们在他的王府落脚 吴夫人瞬间语色 就不应该让妙音夫人给他治病 这老东西 稍微好点 就拿话来噎自己 隔天一早 云征和妙音就离开了乐安 离开前 云征还派人给月来客栈的掌柜 打了个招呼 令他们去将吴道等人请到客栈 并好声向其道歉 要不要去肃区看看 出了乐安镇 妙音又询问云征 云征明白妙音的意思 稍稍思索后 摇头道 算了吧 懒得专程跑一趟了 回到朔方 再问问肃区那边的情况吧 肃区现在交给老四在治理 他不想过多地干涉 他对老四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 只要老四安分点 好好地治理肃区即可 要是老四连个数据都治理不好 还让他去海外建个屁的国啊 好吧 妙音玩耳一笑 不再多说 云征拍拍身上的雪花 眼中露出浓浓的思念 咱们再顺路去军事学院看看 就赶紧回朔方 落霞山离乐安也不是很远 按照他们的速度 今晚就能赶到落霞山 明天天黑之前 就能回到朔方 离家这么久 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到朔方 享受待在温柔乡的日子 妙音点头 随着云征策马往前 中午的时候 他们找个空旷的地方休息 免得造成官道拥堵 正当云征和妙音 坐在那里啃干粮的时候 一个清卫军匆匆前来汇报 启禀殿下 王妃和子夫人来了 谁 云征猛然站起来 惊喜地抬起头来 确定是王妃和子夫人 确定 清卫军回答 还有世子殿下 他们都来了 云征诧异地看向妙音 咱们没派人通知他们吧 妙音摇头倾笑 搞不好是心有灵犀呢 在他们说话间 就看到一群士族 护卫着一辆马车 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云征和妙音惊喜不已 连忙往马车那边走去 他们还没走近 马车就停了下来 叶子拉着云仓 从马车上走出来 沈洛燕隔着二十多丈的距离 冲云征和妙音挥手 又快速翻身下马 云征和妙音 加快脚步走过去 孩儿见过父王 见过妙音姨娘 云仓踩在积雪上 像模像样地 给云征和妙音行礼 有喝 云征哈哈一笑 上前拉着云仓抱起来 在穿得跟狗熊一样的 云仓的屁股上 轻拍一巴掌 笑眯眯地逗弄 几个月没见 你小子变乖巧了呀 都知道行礼了 云仓撇撇嘴 又在云征的怀里 无力地挣扎几下 父王 我要玩 好好 云征揉揉儿子的脑袋 将他放下来 云仓一来到雪地上 就跟脱江的野马一样 撒欢起来 看着他这副模样 几人都会心一笑 你们怎么来了 这时候 妙音又询问叶子和沈洛艳 沈洛艳抖抖身上的雪花 笑音地说 我们去乐安接无道 没想到半途就碰到你们了 他们前几天 就接到乐安官府派人 送到朔方的消息 得知了无道在乐安被打的事 叶子和沈洛艳商量一番 还是决定 有两个来乐安这边 给无道赔个不是 再亲自将无道接去朔方 他们处理朔北的事务 担搭了点时间 昨天才从朔方那边出发的 昨晚在军事学院住了一晚 没想到今天刚动身没多久 竟然就碰到了云征他们 云征哑然 打句道 你们这让我很失望啊 我还以为 你们是来接我们的呢 沈洛艳交称 你都没派人通知 我们想接你 也不知道去哪里接啊 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 云征哈哈一笑 又好奇地问 你俩怎么想到 去给无道赔不是呢 主要还是子儿姐的意思 沈洛艳回道 他说 张格老顾去之后 当时大儒就剩下高时珍和无道了 你在北路关外 把高时珍收拾了一顿 如今这无道又在乐安被打 这传出去了 容易引起非议 也会让士族 对你这个近北王和朔北 更加抗拒 他一开始 只是想派人 将无道他们 接到朔方的 后来听叶子那么说了 他也觉得有道理 他这个王妃和叶子这个侧妃 跑来乐安给无道赔不是 把他接去朔方 也算是给足了无道面子 也让人知道 云征还是李贤下士的 不是别人想的那么野蛮 本来云苍这小家伙是不想来的 是被他硬生生地带上的 就刚刚也是他吓唬云苍 若是见到云征和妙英 不好好行礼 就抽他的屁股 所以 那小家伙才像模像样地行礼 云征恍然大悟 他还以为自驾 这小子懂事了呢 原来这小子 只是不想被抽屁股 你们啊 倒是会替我考虑 云征上前 搂住两女的腰肢 心中却是感慨连连 这男人啊 还是得有个嫌内主 虽然他觉得 沈若燕和叶子 大可不必如此 但他们能这么做 说明他们是真心 在为自己和未来考虑 有妻如此 当是姓氏 你们应该不用去乐安了 妙英微笑道 我们昨天 已经在乐安 见过吴道了 而且 吴道还答应给 我们推举贤才 真的 两女惊喜 异口同声地惊叫出来 当然是真的 妙英冲云争怒努嘴 他回答了吴道几个问题 吴道好像还挺满意的 还有这事 叶子仰起俏脸 满是期待地看着云征 赶紧给我们说说 你们都是怎么问答的 他明白吴道的作用 如果云征能 获得吴道的认可 获得吴道的鼎力支持 对云征收拢士族 有着巨大的帮助 也能少很多乱子 急什么啊 云征黑黑一笑 咱们回去的路上 有的是时间慢慢说 这么久没见了 想让为父亲一下 说着 云征就偏过脑袋 在叶子脸上 虫重一吻 在叶子娇春间 他又转头在 沈洛燕脸上一吻 一点都没个王爷样 叶子称怪 轻轻一拍云征 搂在自己腰上的手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你不害骚 我们还害骚呢 这有什么好害骚的 云征不以为意地大笑 脑海中 已经幻想起 今晚的美好生活来 看着云征那副模样 两女就知道 他肯定没想好事 沈洛燕拉开云征的手 修称道 别使坏了 我们先跟妙音聊聊 你去陪仨玩一下吧 那你们先聊 我让这小子知道 什么叫没危险的时候 他爹就是最大的危险 云征哈哈大笑 弯腰抓起一把鸡血 捏成松散的雪球 朝着放肆撒欢的云仓砸去 云征陪着云仓风玩一阵后 云仓对他亲近了不少 小家伙 虽然被云征弄得异常狼狈 但那天真烂漫的笑声 却一刻都没听过 直到云仓都出汗了 云征这才抓住 还想再玩的小家伙 叫人弄点热水 给他喝下 父子俩休息一阵后 他们也该出发了 云仓不想坐马车 妙音就让他跟自己骑马 正好也让云征 跟叶子和沈洛燕 在马车里面聊聊 他陪在云征身边的时间 是最多的 也得留给其他姐妹一些时间 马车里比外面暖和不少 云征接下披风 享受着左拥右抱的美妙滋味 没有那么人看着了 两女倒也没有那么羞骚了 一左一右地靠在云征身上 享受着久违的温馨 对了 素取那边一切正常吧 云征微笑询问 挺好的 叶子清敏薄唇 你那四个不跟人勾心斗角 就安心地治理一方 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哦 云征来了兴趣 怎么说 叶子笑笑 跟云征戏说起云廷 在素取做的那些事 云廷为了治理好素取 还是下了大功夫的 云廷利用素取 丰富药材资源 把药材作为素取的支柱产业 鼓励素取的百姓 进山采药 并在素取建立了专门 用以交易药材的官籍 另外 云廷还利用素取 丰富的林地资源 在素取修建了官方的烧炭工房 雇佣素取的百姓 为烧炭工房做工 如此一来 这些人在冬天的时候 也能有一份收入 而那些被砍伐的林地 来年土地解冻后 又可以用以拓荒 也不种粮食 就拿来种植药材 和朔北铁线连 现在 朔北这边 对朔北铁线连的需求很大 那玩意儿的身价 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样 经过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素取有可能成为 大前最大的药材产地 云廷还将素取的猎户 组织起来 让猎户组队去山里狩猎 一方面是 帮着驱赶山里的猛兽 确保采药和伐木人员的安全 另外 也可以获得一些珍贵的毛皮 除了这些 云廷还大肆整顿励志 鼓励百姓举报 贪赃枉法的官府人员 并予以奖励 经过云廷这些的措施 素取今年的税收大幅增加 尤其是商税这一块 老实说 叶子以前觉得 那几个皇子真心不怎么样 但当看到云廷认真地 做的那些事以后 才发现 是自己先入为主了 这些皇子从小就接受了 最好的教育 又经过朝堂勾心斗角的魔力 或许他们不是治国之才 但治理一郡之地 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听完叶子的话 云廷不由满意一笑 他们从小就学习君子六义 再不计 也比一般的人强多了 沈洛燕认同地点点头 又笑着说 不过 他对你举兵这个事 倒是挺积极的 这又怎么说 云廷好奇起来 沈洛燕娇笑 之前你不是要清军策吗 消息传到朔北以后 老四就亲自跑到朔方 问我们需要他做些什么 他还想着去复州帮你的忙 叶子轻笑 接过话查到 他也跟我们说了他的目的 他也不是想夺权之类的 他就是想看 老三被打得跪地求饶 云廷哑然失笑 他对老三的怨念挺深啊 沈洛燕娇笑 他对老三的怨念能不深吗 云廷可是被老三 活活逼到这个份上的 也是他现在没兵权 要是将兵权交给他 他估计早就杀回皇城了 对了 张须最近在忙什么 这时候 云廷又询问起张须的近况来 孟若望被押送过来后 他就让张须和明月 先回朔方了 张须现在 其实也挺忙的 这年关将近 也该让张须休息一下了 叶子 他在养伤 养伤 云廷脸色一变 张须受伤了 谁干的 你别激动 叶子指住云征 解释道 是他自己弄不小心 把自己给弄伤了 张须此前不是跑去 戒严院待了一段时间吗 他在戒严院那边找到了灵感 回到朔方以后 就开始捣鼓云征所说的 蒸汽洞里 张须具体怎么弄的 他们也没听明白 只知道 张须在那烧开水 不小心把装开水的淘气 给烧爆了 张须躲闪不及 被开水给烫伤了 好在这大冬天的穿得 比较厚实 张须伤得也不算严重 这些天一直都在养伤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 弄清张须的情况 云征不禁哭笑不得 得亏这鸟人没事 要不然 后世的史书上 就该记载 他为科学献身了 回头得去看看这鸟人 看他伤得怎么样 还有他到底获得啥灵感了 之后 他们又随意地聊着 朔北和西北都护府的近况 闲聊中 云征也从他们口中得知 于世忠已经于半个月前 返回军事学院了 不过于世忠 没有将卓马带入军事学院 而是将卓马安顿在朔方 沈洛艳和叶子 看着马孤零零的 就将卓马暂时接到王府做客 得知于世忠的事 云征不禁暗暗汗手 于世忠还是很有分寸的 沈洛艳和叶子 处理得也不错 临近夜幕的时候 他们终于赶到军事学院 得知云征他们前来 军事学院的众人 纷纷跑出来迎接 云征从马车上走下来 一眼就看到了于世忠 参见殿下 于世忠带着众人 齐刷刷的行李 免礼 免礼 云征笑呵呵地看众人一眼 目光又落在于世忠身上 领军出去转了一拳 感觉如何 末将正想跟殿下说 这个事呢 于世忠微笑 如果殿下不急着休息的话 咱们不如到战训室聊 好 云征点头 又吩咐沈洛艳他们几个 把仨交给我 你们先去休息吧 沈洛艳轻笑 算了吧 我带仨跟你们过去吧 你们要谈正事 我跟着 免得这孩子闹腾 他知道 云征这事 有意开始让云苍耳濡目染 行军打仗这些事了 也好 云征微笑 让叶子和妙音 先去休息一下 便跟着于世忠 他们直奔战训室而去 刚进入战训室 云征就看到了 战训室的墙壁上 多了一幅巨大的地图 这是蒙古 珍河 两部和离朝的地图 云征目光灼灼地盯着眼前 这幅巨大的地图 是 于世忠回答 这只是草图 蒙古和珍河 两部稍微详细一点 但离朝那边 只是个大概 末将 已经命人携重金 潜入离朝 争取能收买离朝的高官 并从离朝的高官那边 获得更详细的地图 不错 云征赞赏地 看于世忠一眼 于世忠考虑得很周到 他都没交代的事 于世忠 已经开始做了 这就是大将之风 于世忠笑笑 又拿起旁边的棍子 指着地图说 若要进攻离朝 应该只能从珍河这边进攻 蒙古和离朝 被这座大山分开 咱们的大军 要翻越这座大山进攻 几乎不太可能 而从珍河进攻离朝 也不是很轻松 珍河和离朝 被一条名为 丹水的大疆隔开 丹水上游处 两岸陡峻 河谷狭窄 坡斗流急 根本不适合渡江 丹水中游 水流渐缓 河床变宽 极致丹水下游 河谷逐渐开阔 水流趋于平缓 但水面太大 若无战船 很难渡江 而他们现在缺的就是战船 于是忠认为 最好的办法 就是等到冬天江面结冰的时候 大举进攻 不过 这又涉及到冬季作战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 他们最大的敌人 就不是离朝的军队 而是酷寒的天气了 如果不在冬季进攻 那就只有从丹水中游择地 架设周桥缓慢渡河 周桥只能以小船为底 从而在上面铺设木板 方便大军过江并运送资重粮草 可要是想以周桥运送粮草 资重和军队 需要太长的时间 这期间 只要离朝的军队 发现了他们的意图 很可能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丹水对岸十里 就是离朝在其西部地区的重镇郡城 这是自几百年前就存在的城池 最早是为了防止 真和人偷偷摸摸地跑到离朝境内截掠 后来一步步地发展成离朝西部的军事重镇 郡城地势险郡 一守难攻 故而得名郡城 无论是从哪里进攻离朝 郡城都是第一块要啃的硬骨头 很可能也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除非有足够多的战船 直接从海上进攻 攻陷离朝南部重镇雄精 并从其南部一直杀到离朝都城启明城 这离朝看似不大 军力也不是很强 但要攻下来 还真没他们想得那么容易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是如何渡过丹水 另外一个就是粮草的问题 这么远的距离 不说其他 光是把粮草运送过去 都没有那么容易 听完于世忠的汇报 云征不禁暗暗皱眉 如果按照于世忠这么说的话 要攻下离朝 确实不容易啊 出兵太少 打不打得下来 都是个问题 出兵太多 粮草均需 这些都是问题 从何处渡过丹水 也需要好好的思量 你跟家瑶聊过这方面的是没有 云征询问 简单地聊过一点 于世忠汉守道 家瑶夫人更偏向于 带丹水结兵 以后再进攻 他觉得 架设周桥 太容易遭到敌军的破坏 并且 大军和军资过和集结的时间太长了 只要离朝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我们很可能连周桥都架设不起来 沈若燕看着地图 又问 真和跟离朝之间有来往通道吗 有 于世忠点头 指着丹水的上游说 真和跟离朝最主要的来往通道有两条 第一条通道 位于丹水上游 那是一条非常险峻的阳长道 这条阳长道沿着丹水两岸的陡峭山崖修建而成 穿过上游狭窄处的一座小石桥 可到丹水对岸 阳长道依山而建 大多地方都只能容易匹驼马经过 还有一段路 甚至连驼马都无法通行 只能靠人攀爬 稍有不慎 就会跌入深渊 第二条通道是水路 这水路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在水流平缓处的两个码头 彼此之间通过水路船运交流往来 家瑶此前之所以将轮台流放到真和 就是因为真和人会造船 不过 真和的船基本都是小型的运输船 他们所谓的战船 就比大前皇城的那些花船大一些而已 沈洛燕思索片刻 又问 那直接走水路进攻不行吗 可以倒是可以 于是终点头 不过要走水路的话 肯定是需要大量的船只的 就算我们现在开始在真和打造船只 恐怕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准备好 而且 一旦他们开始大量打造过河的船只 敌人必然会有所防备 到时候 敌人集结重兵于对岸 直接给他们来个半堵而鸡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亦或是 敌人趁着他们运送军资和士族的时候 从上游放火船 直接给他们来个火攻 他们也会伤亡惨重 云征沉思一阵 问道 郡城有多少人马 不清楚 于是终摇头 末将估计 至少有上万人吧 上万人马 这倒也不算多 云征 以小谷精锐 占据丹水对岸的码头 封锁整个码头 再集结个三五千精锐 隐蔽偷袭的话 应该有拿下郡城的可能吧 只要占据了郡城 有了桥头堡 后面就好说了 若是能获得郡城的粮草 那就更好了 这肯定有希望 于是终点头 不过 这么多兵马 想不被敌军发现 着实有些困难 这么多人 光是过个河 就很难逃过敌军的斥候的查探 毕竟 郡城距离丹水河岸 就十里而已 云征想了想 又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 借助天气进攻 于是中 殿下是说 借助雾气或夜色的掩护度合适吗 对 云征点头 如果这三五千人只带干粮 有个有个几条货船 多跑两次 应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人送过去吧 佳瑶夫人也说到过这个办法 于是中微笑 不过 我们都认为 这个办法太冒险了 一旦被敌军发现 这几千人再没有不及的情况下 都能饿死 就算他们不被饿死 只要第一次没有攻下郡城 让敌人有了防备 再想攻下郡城 那就很难了 关键是 我们目前也不知道 郡城有多少兵马 云征的想法 肯定是可行的 但这是非常冒险的方法 颇有不成功变成人的意思 这倒是 云征微微汗手 那就先这样吧 反正咱们现在又不进攻黎朝 回头多想想 再好好确定一下进攻方案 如果黎朝愿意跟他们合作 允许他们驻军 那自然更好 当然 就算要跟黎朝谈 那也是攻下郡城以后得势了 就这么傻呵呵地跑去跟人谈 黎朝有了防备 他们更难打 而且 说不定黎朝现在 就已经开始防备他们了 直到云征跟于世忠聊完 云仓竟然都没有捣乱 云仓一直好奇地 盯着墙壁上的地图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看懂了这地图呢 这让云征和沈洛艳 都非常惊奇 要知道 这小子可是家里最不安分的一个 以至于云征一度诽谤这小子 有小而多动症 平时的时候 想让他安静一会儿 要么是有好吃的好玩的 要么就是他睡觉的时候 今天 这小家伙 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闹到 这想想都有些不可思议 叉儿 你在看什么 云征将云仓抱起来 笑眯眯地询问 打郡城 打郡城 云仓挥舞着小拳头 指着地图上的郡城所在的位置 乃凶乃凶地嚷嚷 咦 于是中惊讶 殿下 世子殿下 似乎很有军事天赋啊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要知道 他们要打郡城 那不过是随便听听的事 但云仓才多大 这么屁大点的孩子 能记住郡城这个名字就不错了 更不要说准确地指出郡城的位置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 云仓是真的把他们的话 听进耳朵里了 别说 这小家伙 好像确实有点军事天赋 云征汉首微笑 又问云仓 那你知道丹水在哪里吗 那里 云仓奶声奶气地说着 又指向丹水位置 那 蒙古呢 在哪 沈洛彦也惊喜地考笑起云仓来 云征文言 有些哭笑不得地 看向沈洛彦 他这要求有点高了呀 他们就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过蒙古 后面完全没提蒙古 要是云仓连蒙古的位置都能说出来 那确实有点 那 那 云征还在想着的时候 云仓的手指 就指向了蒙古的位置 云征心中一惊 连忙将云仓抱得离地图更近 让他的手可以勾着地图 很快 云仓的小手准确无误地 按在了蒙古的位置上 这一下 战训时的人全都惊呆了 云征也是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 这小子 还真记住蒙古的位置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过目不忘 就在云仓暗暗震惊的时候 云仓的小手又在地图上滑动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他真记住了虞仓中所说的进攻的路线 他的手划过的线路 正是虞仓中此前说过的一条进攻路线 恭喜殿下 虞仓中回过神来 震惊到 世子殿下的军事天赋 绝对远超常人 恭喜殿下 恭喜王妃 随着虞仓中开口 众人也纷纷跟着道喜 好好 云征抬手指住众人 又扭头看向沈洛艳 看样子 咱们以后可以多交交仓 关于行军打仗的知识了 沈洛艳轻轻点头 直到现在 都还满脸惊喜地看着儿子 他还记得 云仓满周岁抓揪的时候 啥都不要 直接抓着银子 就往嘴里塞 要不是他们动作快 那块碎银子 估计都被他吞进肚子里去了 他此前教云仓习武 这孩子不是喊累 就是心不在焉 交来交去 连个基本的套路都没记着 他一度怀疑 这小子跟他爹一样 是个掉进前眼里的主 没想到 对于这地图 他却颇有几分 过目不忘的本领 感情 他就完全随了他爹 又爱钱 又喜欢领军打仗 突然之间 沈洛艳就有些不平衡了 这可是自己 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啊 怎么就不随自己一点呢 就算自己没他爹聪明 好歹随一下 自己练武的天赋啊 晚上 云征邀请于世忠 和军事学院的几个教习 跟他们一起吃饭 期间 他们自然也免不得说一些 对豊朝用兵的事 云仓倒是没有逆天道 听懂他们所聊的 战略战术这方面的 内容的地图 不过 这小屁孩时不时 就在旁边嚷嚷着 要打郡城 整个一号战分子的德性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还好这小屁孩 没喊出 我们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的口号 要不然 云征高低的整一句 喜洋洋 美洋洋 跟他对对穿越的暗号 饭后 几人回到房间闲聊一阵 妙音便将云仓 哄去跟自己睡 将剩下的时间留给他们 看着妙音回头 冲他们眨眼 沈洛燕和叶子 不禁脸红起来 都老夫老妻了 还脸红个什么啊 云征一脸坏笑地 看着两女 心中不禁暗暗感慨 女人啊 终究还是脸皮薄 沈洛燕亲拟云征一把 羞涨道 你以为谁 都跟你的脸皮一样厚啊 就是 叶子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也不看看是在哪里 这要是传出去了 还让我们怎么见人 云征不以为意 久没见两位爱飞了 还不让本王跟你们彻夜长谈 两女闻言 同时甩给她一个白眼 云征哈哈一笑 上前拉着两女坐到床檐 叶子抬手 放在云征的腰间亲拟一把 娇笑道 你呀 还是留着点精力吧 府里还有个人望眼欲穿地 盼着你回去呢 我这不就快回去了吗 云征微笑 对了 新生有没有变得大方点了 倒是稍微大方点了 叶子微笑 不过啊 这丫头毕竟年纪不大 又未经人事 在府上还是有些放不开 但慢慢地应该就好了 现在府上的事 娘亲也都在逐步交给她处理 新生以前在王府充当的 就是管事的角色 王府的很多事情 也是她协助沈夫人在处理 如今 沈夫人逐渐将王府的事 交给新生处理 她倒也处理得井井有条的 前几天 沈夫人还跟她和沈罗燕说 等新生将府上的事情 全部接手后 她和魏双就搬出王府 在王府附近找个院子住 啊 云征亚然 岳母不会是对我 把新生收入房中不满吧 想什么呢 沈罗燕称怪 娘是觉得 她和大嫂老师 跟我们住一块也不好 他们搬出去住 也免得别人说闲话 云征皱眉 谁又乱嚼舌根子了 沈罗燕无奈一笑 这乱嚼舌根的人可多了去了 而且 这应该就是 你三哥派人在诋毁你 关内关于你的谣言满天飞 你能把关内人都杀了啊 其实 关于云征和沈夫人 还有魏双的那些谣言 他们一直都知道 包括魏双 也一直都知道 只不过 他们都没告诉沈夫人而已 结果 前段时间 沈夫人意外听到 关内来的客商 跟人聊那些谣言 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 沈夫人就有搬出 王府的想法了 那你们怎么想的 云征有些无奈 这些乱七八糟的谣言 有时候确实有些伤人 但就如沈罗燕所说 他们总不可能 把关内的那些人都杀了吧 沈罗燕轻叹一声 虽然我不想让娘搬出去 但我尊重娘的意思 我也是 叶子轻轻点头 脸上也是一片无奈 看着两女的模样 云征不由地在心中 暗骂老三这瘪犊子玩意儿 他娘的 要不是考虑到父皇那里 他都想 派人去散播谣言 说老三 是徐师傅跟徐曼那妖妇生的 一夜欢愉之后 他们启程赶回朔坊 军事学院这边 过两天也要放假了 不过还是 需要有人助手 离开的时候 云征还从军事学院的温泉那边 耗了些新鲜的蔬菜走 此前在军事学院这边种的那些作物 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土豆尚且还好 但好多花生都没接触种子 最终也就收获了不到50颗花生 而且还大多不饱满 好在 他们也算是勉强将花生的种子留下来了 可那点花生 要一点点地发展到大规模种植 恐怕至少都要5年以上 对于这个结果 云征倒也算是能接受 反正这花生 又不可能拿来当主食 能把种子留下来就行 临近夜幕的时候 他们终于回到了朔坊王府 云征回王府打了一圈 就和妙鹰带着两个娃去探望张虚去了 张虚的府底距离王府不远 走路过去都用不了半刻钟 尝了 苍哥哥 小郑 他们刚到张虚府上 都还没得来 即跟张虚和明月打招呼 三个小家伙 倒是先欢腾地打起招呼来了 云征和妙鹰相视一笑 将云苍和云瑾放下来 两人一到地上 立即跑去跟张郑玩耍 他们本来就经常窜门 此前张虚和明月跑去富州的时候 张正也是寄养在王府的 三个小家伙 年纪相差不大 感情很好 云征跟张虚夫妇打了个招呼 目光又落在张虚那缠着 白布的右手上 疼吗 没事 张虚拍拍自己的右手 大大咧咧地笑道 我这都已经快好了 是明月非得让我继续富要 说的我在害你似的 明月不满地 瞥张虚一眼 没 没 张虚嘿嘿一笑 我知道夫人这是为我好 你看我这不乖乖地继续富要吗 明月 算你还有点良心 看着两人这模样 云征和妙英不禁会心一笑 云征直指张虚的手 你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别提了 说起这事 张虚就是一脸郁闷 本来也没什么事 我他娘的 自己手欠 他在戒严院那边获得灵感后 就想试试 用灵感加齿轮那些 能不能让轮子动起来 然又用木头做了那些东西 并请陶将 专门给他制作一个陶器 进行实验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烧水烧了半天 也没把那轮子带动起来 然后他就在想 是不是云征说的 气密性问题 之后他就脑袋抽风 把陶冠的出气口给堵住 想看看 是不是哪里漏气了 再然后 陶冠就直接爆炸了 开水喷溅的到处都是 好在他身上衣服 穿得厚 这才没伤得太严重 不过手背那一片 还是被烫得不轻 听张虚说完经过 云征脸上 不禁微微抽动 你他娘的 可不就是手欠吗 云征哭笑不得 你出气口给堵了 那陶冠能不炸开吗 张虚苦哈哈的说 我当时不是脑袋抽风了吗 回想起来 我都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人这辈子 总得干些蠢事 云征摇头笑笑 又吩咐道 你先别捣估那些东西了 好好养伤吧 等过年以后 我们两个在一起捣估一下 这玩意儿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得要命 蒸汽机 哪那么容易弄 这又不是两片嘴唇 一张救出来的东西 别说三五年了 他们有生之年 能把这玩意儿捣估出来 就算是不错了 嗯嗯 张虚答应 又说 殿下 我正好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想请教一下你 咱们去我书房里聊吧 云征无语 笑骂道 你他娘的都受伤了 就别这么勤奋了 你这搞得我很惭愧啊 我这不是一直想不明白 有点寝室难安吗 张虚黑黑一笑 又悄悄冲云征眨眼 嗯哼 有事 云征微诧异 点头道 行吧 那让妙音和明月先聊着吧 我跟你去书房聊 说着 云征便冲妙音点点头 跟着张虚往书房走去 妙音笑看离去的两人 扭头跟明月说 她现在这发愤图强的样 跟在皇城的时候 可是天壤之别啊 发愤图强个屁 明月撇撇嘴笃定道 她肯定是想让殿下 帮她出个主意 让我同意她那妾 那妾 妙音亚然 她看上谁家的姑娘了 明月回到 就是她以前那个 副手庞露山的女儿 她俩都偷偷摸摸的 好了好长时间了 她还以为我不知道 庞露山 妙音稍稍一想 就想起来了 当初云征整治 居平苏氏的时候 这个庞露山 还配合侯氏 开他们演了一场大戏呢 妙音一脸笑意地问 你是瞧不上 庞露山这女儿 还是不允许她那妾 我出身也没高贵到哪里去 哪有什么瞧不上别人的 明月摇头一笑 她要直接给我说 我也不会说什么 她非偷偷摸摸的 搞得我跟个妒妇似的 我还不得制止她 张虚以前是什么德性 她还能不清楚 从嫁给张虚的第一天起 她就没指望过 张虚这辈子 就她一个女人 而且 张虚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在朔北绝对算的实权人物 至于其家世背景 更是没得说 这样的人 不那些的可能性 实在微乎其微 再则 他们在朔北认识的人 虽然很多 但却没什么家人 府上奴仆也不多 就他们两个家个孩子 确实也挺冷清的 张虚那个妾 让府上热闹点 也不是啥坏事 可她就见不得张虚 那偷偷摸摸的样 在明月跟妙音聊着的时候 张虚也将自己的目的 告诉了云征 那妾 云征一脸无语地看着张虚 你她娘的想的旁柔为妾 你去跟明月说啊 你跟我说 有什么用 我这不是怕明月揍我吗 张虚苦哈哈地说 殿下又不是不知道明月那脾气 我就这么直接跟她说 她不做得我满地找牙才管 云征微抬眼 一脸笑意地问 你不会是想让我直接下令 让你那旁柔为妾吧 张虚使劲点头 闻周周地说 知我者 殿下眼 我知你大眼 云征笑骂 你她娘的 直接让我搞拉狼配 你倒是又当又利了 但明月若铁了心 不让你那妾 又跑去找妙音 然后妙音又跑来找我 让我收回成命 这她娘的 不是瞎绕圈子吗 她就直接跟明月说怎么了 明月凶事凶了点 也不是不讲道理 她绕这么大的弯子大麻 云征最终还是没答应 直接下令 让张虚纳欠 这玩意儿 哪有强行下令的 不过 云征还是答应张虚 回头跟妙音说说这个事 先让妙音旁敲侧击地 问一下明月的意思 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 张虚难得有事 求到她的头上 她肯定 还是得帮着想想办法的 不过 明月是妙音的师妹 基本都算她的小姨子了 她也不能不顾明月的感受啊 就算明月跟她 没这一层关系 她也不能 为了这事儿瞎下命令啊 唉 但疼 离开张虚府上 云征便跟妙音说起这个事来 妙音玩儿 行了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嗯 云征微微诧异 你就一点都不惊讶吗 难道你早就知道 张虚跟庞柔的事了 明月早就知道了 妙音轻笑 明月故意在治张虚呢 你别插手 让明月好好治治张虚吧 说着 妙音又将明月的想法 告诉云征 得知明月的想法 云征不禁哈哈大笑 原来如此 行吧 既然明月本身不反对这个事 她也没啥好操心的了 差不多的时候 悄悄地给张虚透个底就行了 也不能老让张虚这么提心吊胆的不是 晚膳之后 云征便跟大家坐在府上闲聊 聊了一阵 云征便给叶子使个眼色 示意她去跟沈夫人聊聊 这事儿 她不方便跟沈夫人聊 她总不能跑去跟沈夫人说 不必介意 外面关于她跟沈夫人的关系的那些谣言吧 回来的途中 她已经跟叶子说好了 让叶子按照她教叶子说的那些 去跟沈夫人聊聊 她还是希望 沈夫人和魏双都住在府上的 王府这么大 都是一家人 热热闹闹的住在一起不好吗 何必非得搬出去住呢 老三要派人造谣 他搬不搬出去住 老三还不是得继续派人造谣 他们搬出去住了 那些造谣的人 又可以说他们这是欲盖弥彰了 反正嘛 只要有人想造谣 不管你做什么 别人都可以造谣 你去个茅房 别人都能造谣说 你是去吃屎的 她处在这个位置上 就注定了会被人造谣 人要是天天在意谣言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但叶子跟着沈夫人离开后不久 沈洛燕他们 也要带孩子睡觉为由 各自回房休息 云睁笑笑 起身拉起心声 大家都散了 咱们也回房休息吧 嗯 新生翘脸发烫 轻轻点头 两人来到新生的房间 新生乖巧道 殿下先稍坐 生儿先叫人打点热水来 生儿伺候殿下沐浴 说着 新生就出门 吩咐院里的下人打热水来 下人送来热水的时候 新生还去接着 自己往屋里端 还是我来吧 云睁笑看新生一眼 欲从他手中接过木盆 还是让侍儿来吧 新生轻轻摇头 羞怯道 给殿下端茶倒水 生儿心里都是甜的 你呀 云睁无奈一笑 游着他去了 新生连续往屋里端了十来盆水 才将浴桶装得拌满 新生将房门插上 羞红着脸说 生儿伺候殿下宽衣吧 好 云睁点头一笑 我也帮你宽衣吧 新生英明一声 休息地点点头 很快 两人帮对方脱去身上的衣物 云睁拉着新生的手 走到浴桶旁 抱着新生放入浴桶 自己才慢慢地爬进浴桶 水波荡漾间 云睁将新生搂在怀中 新生心中虽然羞涩万分 但还是鼓起勇气 搂住云睁的脖子 痴痴地说 生儿现在好幸福 云睁抬手捏捏新生的穷鼻 夫君会让生儿 以后会更幸福的 新生轻轻点头 主动献上一吻 这才红着脸说 殿下先别乱动 生儿先帮殿下沐浴 那为夫也帮你沐浴 云睁眨眼一笑 拉着新生做好 两人在浴桶里 帮彼此沐浴着 直到浴桶里面的水 都开始有些凉了 两人才离开浴桶 新生帮云睁和自己擦干身体 又连忙小跑去床边 从枕头下 拿出一块鸳鸯落红帕 扑在床上 云睁走过去 从身后搂住新生 笑问 这是谁教你的 新生身体稍僵 新生道 是子儿姐教我的 哦 云睁嘴角一翘 打去道 那子儿有没有教你其他的 新生闻言 脸上更红 却又缓缓转过身来 拉着云睁说 殿下先到他上 把被褥盖上吧 下面凉 云睁没有说话 直接抱起新生放在他上 又拉过被褥 改在新生身上 自己也跟着 一溜烟的钻进被窝里 感受着新生身上 传来的轻微颤动 云睁不禁调笑 别紧张 放松点 身儿 新生确实很紧张 说话都有些不太利索 他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该什么 由于片刻 新生鼓起勇气 化言语为行动 主动吻上云睁 云睁微诧异 没想到这害羞的丫头 竟然会给自己来个逆袭 这怎么行呢 应该老手带新手才是 云睁心中胡思乱想 又回应着新生那声色的吻 渐渐地 云睁掌握了节奏 新生也没有了最初的羞怯 完全沉浸在这火热的柔情中 啊 一股疼痛传来 新生下意识地痛呼一声 下一刻 反应过来的新生 又赶紧捂住自己的嘴 眼中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梦疼你了 云睁停下 怜惜地看着刚破身的新生 不 不是 新生轻轻摇头 努力地放松身体 眼含热泪地看着云睁 生儿只是太高兴了 生儿终于成为殿下的女人了 生儿不疼地 殿下不必联系事 云睁哑然失笑 缓缓将自己的嘴唇硬上去 以自己的嘴唇堵住新生的小嘴 云睁的吻 似乎缓解了新生的疼痛 新生忘情地跟云睁吻着 玉碧不由自主地 搂住了云睁的虎躯 渐渐地 新生身体的痛楚 似乎完全消失 他也本能地回应着云睁 在烛火倒影下 两个影子不断纠缠 外面 不知道何时又飘起了雪花 房间内 却是热火朝天 屋里屋外 是两个事件 但在水乳交融间 又逐渐融为一个事件 早上 云睁早早醒来 殿下 生儿帮你穿衣 新生强撑起身体 但他一动 身下就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感 新生微微皱眉 还往起坐 却被云睁抬手阻止 你好好休息吧 我待会儿 让人把早膳送进房来 云睁轻抚新生的脸颊 笑瞪道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再惹火 新生轻咬薄唇 满脸羞红 生儿知道错了 生儿以后再也不敢了 他也是看云睁好像没尽兴 这才不顾破身之苦 主动去撩搏云睁 其实昨晚都还好 但一觉醒来 他身下就疼得有些厉害了 早知道今天醒来会这么疼 他昨晚就不该酿的 这下 怕是要被王妃他们笑话了 行了 好好休息吧 云睁笑笑 自顾自地开始穿衣 新生健壮 还是强忍着疼痛坐起来 帮云睁整理衣衫 直到云睁在他额头上留下一吻后 走出房间 新生这才缓缓地穿好衣服 虽说今天不方便出门 但也得穿好衣服 不然万一有人来 看到自己那样 那成什么了 穿好衣服以后 新生重新缩回被窝 脸上露出浓浓的幸福 直到现在 他都还时不时地有种做梦般的感觉 不知不觉间 他的脑海中 又回想起昨夜的一幕幕 想着自己昨夜那 主动腰欢的模样 新生脸上顿时红的发烫 赶紧拉起被子盖在头上 另一边 云睁已经来到外面 见新生没跟着一起出来 沈洛燕他们几个 顿时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还不忘向云睁投去细血的目光 沈夫人和卫霜 只当什么都不知道 在那逗弄着几个孩子 可可 云睁老脸微红 轻咳一声 吩咐叶子和沈洛燕说 晚点跟我去数牙一趟 这一年马上就到头了 账目这些得核查一下 还要听内阁汇报一下 今年的情况 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 妙婴平时就负责 跟着云睁到处跑 在身边保护云睁的安全 王府和治下的各项事物 妙婴都不操心 说起正事 叶子和沈洛燕 收敛细血的目光 轻轻点头 叶子抿唇道 那等一下 我把账本和一些重要的文书 拿上 好 云睁轻轻点头 又朝沈夫人那边弄弄嘴 向叶子投去询问的目光 叶子汗手微笑 却不多说 云睁会议一笑 看来叶子成功地说服了岳母 这就对了 一家人若是没什么矛盾 就应该开开心心地住在一起 早善之后 云睁便带着沈洛燕和叶子 前往鼠牙 跟内阁的几个人 简单地寒暄一阵 他们便来到鼠牙的后堂 先说说朔北和西北都护府 这一年的发展情况吧 云睁开门见山地跟陈部说 是 陈部领命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书 开始逐项汇报 得益于他们这一整年都没有打仗 朔北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整个朔北目前在籍人口 首次突破了三百万大关 相较去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当然 这些增长里面 还要算上一些原本就在朔北 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没有入户籍的人 其中有一部分人 是去年并未登入户籍的人 还有少部分战俘 因为立了功 得以在朔北入籍 剩下的基本就是从关内迁移而来的百姓 还有从北环 蒙古 珍河 北摩陀 以及西北都护府等地 通过各种方式 迁移到朔北的百姓 另外就是今年的新山了 目前 白水和以南的各地的关道 都已经完成了拓建工作 但在朔北最前沿新建的镇北 和吉庆两城 还是没有修建关道 主要是也没必要修建 那两座城都只还是个雏形 两城的百姓加起来都不到五万人 目前确实没必要花费 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修建关道 土地方面 因为各地的驻军积极展开屯田 朔北今年新增耕地面积将近80万亩 总耕地面积达到了1760万亩 不过 这些土地不可能全都种粮食 还得种棉麻之类的作物 今年朔北新修建了很多水渠 再加上水车这些得改进 以及人口 耕地面积的增加 让朔北的粮食产量突破了5000万弹 不过 这5000万弹的粮食产量比较虚 因为很大一部分都是地数 别的粮食都是晒干以后称重 但地数不可能晒干再称重 总的来说 朔北自产的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了 好在今年没有打仗 再加他们努力打造朔北的营商环境 从而吸引了很多关内的客商 这些客商带来了很多粮食 再加上朔北的粮食增加 让如今的朔北的粮价逐渐趋于稳定 而大量的客商的涌入 也让朔北的商税增加了很多 但即便如此 若是光靠税收的话 根本无法养活庞大的北斧军和龟翼军 更不要说铸成修路这些事了 说白了 他们的银子的主要来源 还是靠金盐 白糖 张公罪等奢侈品创造的巨额收入 以及云征变着花样坑来的银子 陈部认真地说着 云征也认真地听着 军粮呢 云征询问 军粮储备了多少 他不怕银子不够 但他是真怕粮食不够 陈部 按照殿下的要求 军粮储备了230万弹 都是今年的新粮 这是云征下了死命令的 任何时候 军粮的储备都不能低于200万弹 目前 军粮主要是储备在马义 定北 卫边 朔方这四个地方 监察院那边情况如何 云征又问 说起这个 陈部和几个内阁成员都无奈苦笑 还是查出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的 陈部苦笑道 尤其是秋收之后 大大小小的官员查处了17人 前段时间 连墨阳的郡守都已经换了 下官已经向子夫人承报过此事了 贪赃枉法 任何朝代 任何地方都无法避免 哪怕他们和云征 一直对贪赃枉法保持高压姿态 还是有人要铤而走险 人嘛 总是抱着侥幸心理的 总觉得自己做得够隐蔽 就不会被查出来 云征闻言 也跟着无奈一笑 还真被妙音说中了 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 都是怎么处理的 云征又问 陈部回答 按照殿下的要求 除了少部分影响特别恶劣的人员 被斩首示众之外 都送入矿场了